好 中共宣布贸易壁垒调查延续到大选的前一天 我们请教中金院WTO及RTA中心资深副刑警长袁慧欣 你怎么观察中共对台湾实施贸易反制的一个可能性 那ECFA早收清单恐怕会是主要选项 另外上次年也提到包括纺织 实话很多产业 其实台商在对岸都有布局 这样子的话对于台湾产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一个冲击影响 请教您看吧 好 那个针对就是中国会不会把ECFA拿来作为制裁台湾的选项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它不会是全面性的选 不会是全面性把ECFA拿来作为制裁的这个选项 它可能就是会片面的选择一些部分产品 毕竟我们现在ECFA去到中国的这些 主要就是还是这些所谓中间材 不论是这些石化或者纺织 这都是中间材 那当然机械类是属于就所谓这个设备的部分 那实际上都是协助我们所出口到中国去的这些产品 都是协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供应链 它要做组装工厂 它所需要的一个原材料或设备机器的来源 所以呢就是过去中国比较少 直接针对这些中间材来加以制裁 但是呢当然有一些譬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石化原料 这些石化原料就像之前那个PC的塑料 那或许是还有部分的像是这些所谓对二甲本啊 或者有一些精锻的铜砂等等 就是这些呢虽然是中间材 虽然也是它很重要的这个制造产品的原物料来源 但是如果它本身已经可以找到其他替代来源 或者是说中国本身自己的产业 已经足以因应提供这些产能的话 那不排除它还是可能会针对这些个别性的 工业原材料的品项来加以制裁 但是呢就是所幸的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厂商的意识 实际上风险意识都已经有提高了 我们这个整个产业利用ECFA早收去中国的 曾经也近几年来 就是曾经也高达到30%以上 可是现在已经降下来了 所以现在大概就是25左右 25%有用ECFA的早收去到中国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这些早收的产品 实际上还有出口到其他全球 所以我们这些产品都已经 也是全球布局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中国应该会是一个 就产业别来说 即便实化这些工具机仿制 可能如果真的 中国拿个别的品项来加以制裁 那不论他是用什么理由 他可能不会直接说这是ECFA的项目 他可能就用像我刚才讲的PC塑料 他以说你这个有构成的倾销 我课证烦请销税 或者是说他可能又有提到说 哪一些你这不符合的安规的标准 所以我妨碍我国人的健康 那所以我可能又禁止你进口 他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 看似表面合理的理由 但是不直接说这是ECFA的产品 来处理 接下来假设他要被台湾进一步制裁的话 他大概会用这个方向来在琢磨 就你研判台湾方面包括产业界可以怎么样因应 比较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出路 包括是不是透过WTO相关组织 那台湾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块来尽力降低相关的冲击影响 好那个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策略呢 就是他尽可能去把这一个对于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 这件事情的方向引导到这不是WTO的问题 这是两岸ECFA之下的问题 那他这个目的呢最主要的就是 他要去妨碍台湾可以去WTO行使权力的空间 因为他把它限缩为说这个只是ECFA的问题的话 那他在ECFA下面去制裁台湾 因为ECFA就是FTA嘛 那WTO对于FTA这件事情 基本上FTA他就是让大家 你是你请我愿你才会去签这样的一个双边经贸协定 所以WTO对于说你们这个两个国家之间 在这一个FTA之下要做任何的安排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觉得不想要再维持FTA关系了 WTO实际上都不会过问 那也没有WTO义务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现在中国的策略 或看他在国台办在论述的方向 就是是希望又把它限缩成ECFA 那如果是在ECFA之下来处理的话呢 我们可能台湾在WTO去申诉的空间 大概就会比较有限 因为他会说他额外降税给我们 他现在要把降税的权利收回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要再去讨论 WTO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行使的 所以我会觉得与其去依赖中国的善意 或者是说现在WTO第三方的这一个诉讼的权利 还不确定是不是有办法行使的空间之下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自己先加速 第一个要确保如果真的产业有面临到 会有冲击的状态的话 政府把可以保护产业的工具就是确定出来 那我觉得产业实际上只要知道政府可以 实际上已经有一个有效的工具 可以作为靠山的话 那国内的民心产业的这个状态就会比较安稳 那我觉得我们的产业实际上都走在政府之前 我们今天可以 我们的产业今天可以面对这样的 美中的地缘冲突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可以基本上还算安然的 走过了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而且我们实际上早就在美中的科技对抗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分散在中国的市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产业的灵敏度 实际上都比我们政策上面走得要快 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产业知道 政府注意到这一块 然后已经有给很有效的政策工具的话 产业应该会自己会加速 去做自己在这个全球上面的一个调整 在这一块 这三块 嘞 也就是 提供